花莲胜利土书馆为了让更多读者走出户外 特别办理了大手牵小手走读美伦西 圈日饗宴活动 邀请花莲在地知名生态导览专家 带领民众沿着美伦西派 一认识在地的自然环境生态 大家观察一下这一只鳖 你看它旁边这个地方叫鳖群 我这样摸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待会你来摸这个都是软的 导览人员被大小朋友团团包围 手上拿着中华鳖用活体解说动物的特性 这是花莲市立图书馆近年来设立多场的无围墙学堂 让大小朋友可以走出书本多多认识花莲 我们本身是花莲人 我觉得要让他了解花莲周边的环境 那我们家其实就是他本身是只爱火车 然后我想说大自然的活动会对小朋友 也可以增长他的知识这样子 然后像刚才的老师从介绍鱼类鸟类 然后现在又是原生动物类 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视野更宽阔 那我们就是有我们的就是专业讲师来带大家 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我们有用望远镜 有用肉眼观察跟我们的活体来做解说 那我们会让就是我们的花莲市的市民了解说 这些原生种的生物呢到底面临到多大的危机 以及这些外来种的生物如何已经入侵到我们生活当中 今年首场的共有美人西走独活动同样造成热烈回响 那花莲市公所从过去的一个走独活动 那从玉里白抛西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那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一些课程 各地的一些有趣活动都有在开办 那我们也欢迎未来每一位喜欢来做走独 或者是不只是在书本上阅读的朋友们 可以来参加花莲市公所这些有趣的活动 图书馆不仅提供阅读场所 也可以提供丰富多云的阅读资源 花莲市立图书馆馆长陈一玲表示 这次的走独美人西活动是以阅读生态环境为主轴 结合在地自然人文地景等文化脉络元素 带领读者走出户外实地体验观察 深入在地生活 让读者发现阅读的不同风貌 而图书馆未来也会持续推出 更多创新有趣的阅读活动 解释力情 华莲市报道